狗今天来了吗 没有 他为什么不来 因为 在朋友那儿 没接回来 因为这事里 压根没狗什么事 你非得拿这个狗 作为一个借口 这就僵在这儿了 你们俩的事呢 一个是没什么心眼 一个是心眼太小 就僵在这儿了 咱先说没心眼 咱们没心眼 用好的话说 就是比较简单 没有那么多事 有什么都告诉你 比如狗的来历 本身就其实 没有必要告诉你 而在没告诉你之前 相处的也不错 怎么告诉你真相之后 就变了呢 这就是反映出 你的小心眼 而这个没心眼的姑娘呢 那一定是有一些缺点的 比如说考虑的不周到 比如说丢三落四 自理能力差 所以你只看中了 她的好的那一面 但坏那一面 就不能包容了 同样呢 小心眼也不是完全不好 就是因为她每一条 都把你生活安排得 妥妥当当的 就因为没送你 都行李丢了 因为你在这方面 是依靠她的 你说什么是什么 背过去就嫁给你 人就背了 吃辣的就嫁给你 人就吃了 一颗心就在你这儿 所以呢 这是小心眼的好 那不好就随之而来了嘛 这狗一旦知道 她的来历之后 无限地就放大了 她的存在的意义 她不是一条狗了 她是一件事了 她是一个人了 因为她觉得 是不是在你心里 还有男朋友的影子 就较劲了 狗和我只能选一狗 这是狗的事吗 不是 是你自己心里的事 不要在狗身上 无限大的放大 你自己的不自信 显示出来 就太不难忍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 问题得你们俩去解决 但是千万别怪 咱们狗身上 行不行 好 就这样